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啊你跟我讲大力光做什么 大力光的股票今天创下挂牌的历史天价 当然我昨天跟各位谈大力光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 每个人都知道大力光好 你只要做股票 那重点在什么地方 大力光从当时的高价股变成高贵股 从高贵股变成很贵股 筹码 讲到筹码 我插播一下 台北股市就是因为 看准了台股有低本益比 高质利率 稳定的汇率 所以外资汇入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那么外资汇入他们要买的股票 他不会在乎说 大力光是不是很贵股 一张五百多万 对他们而言 who cares 对不对 老外的资金 你说大力光五百 今天最高来到五千六百 一十块钱 那一张股票五百六十一万 五百六十一万 不要说中南部 你到桃园都可以买一个 买一间透天处 你卖掉一张大力光 都可以买一间透天处 结果呢 筹码呢 那大家都知道大力光很贵很贵 每个人都知道很贵 散户都没有 对不对 甚至很多人 有点酸 因为有这大力光 谁买得起啊 那就有人买得起啊 寿险基金啊 国外的法人呢 对不对 赚翻了 大家都知道 看得到的 可是 为什么散户不去买 老是太贵了买不起 我讲 从当时一千多块钱 涨到五千多块钱 不要说贵 不要说一千多块钱 很多人现在回过头去想 早知道大力光 从一千多涨到五千多 我房子都会抵押了 我的房子抵押 也不止五百多万 对不对 凡事没有早知道 所以这就是人性 你看得到 但是你要做得到 康控KY两天两支涨停板 你看得到 你要做得到 那等到两支涨停板了 我跟各位讲很简单 今天就出现震荡嘛 今天就出现震荡啊 今天就出现震荡嘛 涨停板就出现震荡嘛 大家都知道啦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啦 康控KY尾盘攻上涨停板啊 又攻了两天两支啊 两天两支涨停板了 这是不是最好的见证 所以有时候我想 你见证见证 你是看到它 你不是做到它 我为什么用大力光举例子跟各位讲 对不对 对不对 手中此苦 康控KY 两天两支涨停板 出现震荡 震荡就震荡嘛 重点在什么地方 还是老话一句嘛 对不对 你就算见证好了 就算见证好了 我请问各位 你就算见证好了 见证重要还是做重要 哪一个重要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现在股票的思维 操作思维 不是在乎 我给你一个名牌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哪些公司是好的 网络资讯非常非常的发达 公司的财报 产业的前景 其实很多人都很专业 重点在什么地方 人性 人性 你不会去买大力光 可是你会去买一些 其他股票 大力光买不起 你说买其他的 对不对 那你康控 昨天涨停板4943 昨天涨停板 我看大家都在讲 那我讲见证见证 你到底是见呢 还是去做 对不对 我昨天还开玩笑 跟各位讲 其实不是开玩笑 我讲2439美律 有没有 我说昨天没有人讲美律 大家都讲康控 我说 那没有人去讲 他也没有涨 我昨天就去买 买完之后怎么样 今天就涨停板 那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美律还要讲吗 这跟康控一样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啊 那昨天呢 昨天你有没有去买美律 我有 世家买进美律 我特别跟各位讲 我说 美律震荡整理 说不定它就创高了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涨停板 9点25分 扎扎实实一直涨停板 这个叫扎扎实实10% 我不是今天去追的 我昨天跟各位讲 大家都可以见证 大家都有眼睛可以看到 对不对 摄影机就在这里 摄影棚里面都有人 更不用讲说 你昨天收看我节目的 更不用讲说 我昨天请你去买美律的 请你帮我做见证 昨天美律有没有涨 我忘记了 好像涨五毛 还是平板 我也忘记了 那今天呢 昨天买进的美律 强攻涨停板 还没结束呢 我昨天跟各位讲什么 华擎有没有 昨天大家不是去买这个吗 昨天大家不是去买这个吗 世新有没有 我说你涨三根长红了 散户不请自来 我说你昨天去买 那你要赚钱是要今天能够上去 那除非你告诉我 说你昨天去买 今天早盘出掉 除非你告诉我 那不然呢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这样讲 有没有 我说大家都在讲世新 我说我告诉你 华擎 摄影机在这里 好不好摄影棚里面有人 你昨天看我节目的 我是不是告诉你 今天呢 而另一档持股 华擎也攻上涨停板锁住 9点25分 两档股票攻涨停 真开心 我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讲 你们可能不能体会我的心情 我在昨天美率没有涨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我在昨天华擎没有涨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美率涨停 全球首款多插槽比特币挖矿主机板 今天掌停板 还需要讲吗 这是世新 今天走势 你小讲看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我昨天讲过一个重点 还讲个重点 我说 你听我的 你去做 你赚到钱 你不用感谢我 那是你的福气 很多人有看没有做 那我是觉得可惜而已 你今天真的是因为看我的节目 你今天真的是看我的节目 你就算今天去买滑琴 好 一开盘买滑琴 你赚了钱了 我替你高兴 你的福气 我没有任何意思 甚至我说 你去买到世新 也无所谓了 因为我觉得 我只是想用一个方式跟各位讲 其实股票 有的时候你要去揣摩 人的心理学 股票会难做吗 昨天买美绿 昨天没有涨 今天涨停板 华晴昨天没有涨 今天涨停板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来 我们再来看 来 这昨天7月28讯息 手中的智威跟康控KY 都在创新高 康控KY 我们讲过 我们今天就 我们就讲智威 5263 我昨天是不是讲一点 我说智威 我说当时智威没有人讲 那我昨天跟各位分析 对不对 他是短线强势 可是长线低基级 重点是你股票要赚钱 我说他开始入账 有没有 这个都昨天讲的 一季 1.01 去年 上半年0.05 所以他获利是三级跳 我昨天跟各位讲 有没有 我都记得我讲什么 营收大幅度成长 7月7号 逆施商工 我说请你注意 那个时候没有人讲 没有人讲 没有人讲智威 没有人 当天没有人在分析 当天没有人在分析智威 只有丁老师告诉你 我说他认立案子 新旧案 开始入账 不得了 不得了 掌停板 人家就来讲了 对不对 手中的智威 强攻掌停板所著 掌停板 创新高 大家都在讲了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说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昨天 这今天 立机 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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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停板 我告诉你 既康控KY 两天两支掌停板之后 我再出手再买立机 也攻上掌停板 康控KY4943 两天两支掌停板 今天买进立机 强攻掌停板 不论你现在是空手还是满手 没有关系 没有差 那么我也想跟各位分享 不管你是资金大 还是资金小 你资金小 当然更要集中 就是因为资金小 就买了满手股票 所以资金越做越小 那资金不会大的 我说你拿100万 200万出来 来做一档股票 2439美率 2439美率 这个 你有5亿去做都OK 不要说50万 你有5亿的人 你拿200万来做美率 昨天美率没有涨 今天涨停板给你看 昨天尾牌买美率 今天美率涨停板给你看 扎扎实实 你买200万的美率 你今天就是220万 3515 华琴 你买100万的资金 今天扎扎实实的 就是10%给你 那至于有人讲 我现在有会期 我说好了 无所谓 我也不去谈这个 你说我有别人会期 我有别的分析师 OK 我们从来不认为说 我一定比别人 只有我没有其他人 我讲一定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参考我 你可以参考其他人 你可以参考这档股票 你可以参考那档股票 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讲的 这些东西我讲很简单 都不冲突 黄金单股 开放体验 我为什么讲开放体验 不是见证 你见证有什么用 你华琴你用看的 跟用做的 2439美率 大家都知道 你用看的还是用做的 我说黄金单股 开放体验 每天五名 你就跟着做 就对了 好不好 把握机会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刚才花了一点时间 跟各位谈 其实我的重点在于什么 我的重点 就是说股票 你用看的 就拿大力光当例子就好 大家一直看 那结果筹码 从而跑外资走上去 不是我们散户朋友 不好 那是因为人性 当然我承认大力光 现在变成很贵股 从高贵股 变成很贵股 那相对低基期的股票 我说 你可以 我举个例子 像这个利利就好 1444利利 新苹果供应链 90几亿股本 过去多牛 过去我们有时候常在笑 这间公司老板 对不对 家大业大 90几亿股本 高贵站起来就卖股票 有的时候其实 传统产业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当它出现 迟变的时候 那会不一样 新苹果供应链 对不对 长线低档 短线搭空 这我都跟各位讲过 那操作上面来讲 我说昨天不要啰嗦 黑的就是买 1.08分 我时间都标给各位了 盘下就给你买 今天就上去 因为这90几亿股本的公司 你也不用期待说 买了一分 涨停板再涨停 一直涨停 但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你短线该如何应对 这个低价股票 对不对 看 跟做 是两回事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报纸也有报 电视新闻 主播都有讲 对不对 它的 丽丽 纺织股 纺织股 人家产品打入到 苹果供应链去 它的HomePod 这股价就涨给你看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可是问题是做呢 对不对 昨天这档股票也没有涨 没有嘛 化汉614 我讲什么 低基期的机油股票 我说长线低基期 短线强势 有没有 这是周线 你有没有看见 打了个 ABC的修正之后 在这个地方出现大量 周线的底部爆量 大底成型 我讲 从这里到它这个高点位置 还有32%空间 会不会来 我不知道 可是我告诉你说 它出现了一个底部 有人在做换手的动作 大家都知道化汉 鸿海概念股 对不对 突破颈线 创近期高 大家持股安心续报 对不对 长线低档 短线强势股票 这我跟各位讲过 它领先大盘过10545 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那人家第四季 开始大幅度成长 六元营收 创历史新高 拉回旧市买 可是一点很重要 投资朋友 你怎么选择 你的资金怎么选择 看还是做 对不对 等到涨上来 大家都知道 你看这个经验也是一样 外资天天买超 这样上去创新高 站上百人创新高 对不对 再创新高 今天再上去公高 我告诉你 再上去公高 大家都知道 就震荡了 不信看今天 你看见没有 是不是就出现震荡了 创新高就压回 跟这四季不是一样吗 我昨天讲 比特币概念股 一二三 你除非买在这里 连涨三天 你买在这里 那就要需要说 你今天还持续大涨 才能赚钱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呢 那没有就没有赚钱 那短线资金就套在这里 所以重点在于什么 在这里没有人讲 你买 上来就赚钱 在这里 日K连三红 散户不请自来 那我请问各位 散户不请自来 还需要分析师吗 那昨天这个四星 我想大家来讲 我说 你看四星 三天大涨 结果今天是这样子 那我昨天跟各位讲 三五一五的滑青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涨停板 锁得紧紧的 对不对 是不是锁得紧紧的 低基期的股票 尚伟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要注意 其实未来 我现在跟各位讲 尚伟控 其实在台湾算 国盟独奇 为什么 因为风力发电 这一块牵扯到很多 甚至于跟环保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它风力发电 它离岸风电 offshore的部分 你要设在海上 那海上 你不要以海上 没有事情 有 渔民会抗议 因为你风车 在尬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 下面的渔场 那近海 比如说在苗栗厚楼那边 那渔民有时候会抗议 这些东西其实 会有一些 这个 这个有一些 有些难度 有一些门槛 而且这个 进入门槛蛮高 可是 当你进入到之后 它就形成进入障碍 所以未来 你要注意 尚伟控这间公司 你真的要把它 放在心里面 一记转赢去年 全年半年报 已经自节 它税前1.55元 去年全年是1.57元 而且第一档 我告诉你 反而买不停 有没有看见 尚伟控 带量突破颈限 持股不足 请加码买进 礼拜五 7月14号 有没有看见 光加码买 9.05分 来看这里 9.05分 价钱在这里 我们什么都不要讲 72块5加码 涨停板 77块5毛 你看今天多少钱 你看今天多少钱就好 你看今天多少钱就好 72块5 我讲 这边不要算 光加码72.5 到这边 84.5 你算一算 会不会算 不会算 我告诉你 12块钱 20张24万 我要的是怎么样 我不是要你来见证的 随便呼隆一下 我叫你怎么样 真刀真枪去买 买不够 还给你加码 9.05分 72块5毛 加码的 9.05分 这个我想请问各位 你不去做 你怎么赚 对不对 康控KY 两天两支 涨停板 见证了 对不对 来 昨天买美率 昨天大家都讲 康控KY 康控KY 对不对 昨天大家都讲 康控KY 4943 今天就出现震荡了 但问题是 我们已经 两天两支 涨停板了 那我讲 你 听我的 2439的美率 昨天 涨一点点 还是平盘 我也忘记了 2439美率 今天怎么样 扎扎实实 扎扎实实 涨停板 比特币概念 3515的 划情 有没有 是不是扎扎实实 涨停板 昨天买进了美率 强攻 涨停板 而另一档 持股划情 昨天 没有涨 今天怎么样 攻上涨停板 锁住 华情 美率 你都见证到了 所以我讲 您现在 是空手满手 我觉得没有差别 你的资金大 资金小 我们也再强调一次 没有差别 你说老师 我现在有其他的会期 我想再看看 或是我现在想找人帮 我说通通没有差别 因为我要你来去体验 是去做 而不是见证 华情3515你看到了 今天扎扎实实 连2439美率 这么大的公司都看到了 来 黄金单股开放体验 跟着做就对了 只有五名 祝大家明天跟我一起赚掌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